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6月3号星期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菲律宾有些商场开门时间挺有意思 比如像我们本地的罗宾逊 商场的全面开放时间是上午的10点 但是9点你也能进去 他进去干嘛呢,他没开门 他实际上有一些是开了门的 比如说里边的菲律宾外交部的办事部门 检疫部门 还有一些政府办公的部门 他都是早上9点他就开了 所以商场允许你这些到政府本人办事人9点进去 包括超市也是一样 超市9点也开了 那么你如果来 你说我就是去超市的 他也让你进 当然商场里面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开 包括衣服、优衣库、吃饭的、打排档都没有开 所以这时候你如果来了以后 保安问你干嘛 你说我去逛商场 那对不起 你得等10点 开门的时候才能进去 那这段时间你就只能在外面晒着 但是你如果来了 你说我去政府本人办事 我去超市 OK没问题 你可以先进去 而且这时候也开空调子 里面还是挺舒服的 所以这时候就是有一个考验这个人品的时候了 怎么讲呢 对吧 实践多 实践之前您就来了以后呢 他问你干嘛 你说我来逛商场的 他对不起 你慢慢晒着去 是吧 但是你脑子活粉说 哎呀我是不是来逛超市的 其实呢你是来逛商场的 他也先让你进去对吧 你进去以后你不逛超市 虽然别的商铺没开呢 但是好多那个修衣的椅子可以坐 你在那边坐着等 这也行 是吧 所以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 前两天早上呢 我也是这样溜达过去了 觉得中间到了 到了他也不让我进 他问我干嘛 哎我就一想 逛超市本身也是要逛的 那我说先逛超市 一会儿是商场开了 逛商场不一样了 对吧 你说逛超市 他也让我进了 进去以后呢 确实也没什么逛的 因为这都没开门了 只有超市跟那个政府部门开着呢 我也不到菲律宾人的政府部门干事去 是吧 我也到那超市里去转转 一看 呵 跟我想法的人还挺 还挺多的 一样才挺多的 好多人呢 都是在里面瞎广 没有那个 像平时的 平时的时候 就是拿好 拿推移车才够的 逛一会儿呢 快十点了 那就 也别白逛人家的超市 是不是 拿瓶水吧 拿瓶宽水 接账去 结果接账的时候 发现呢 大家都差不多 都是 手里头 要不然拿两包零食 要不然拿瓶宽水 他说就这个 结账的速度 哎呀 真的你没法吐槽 这菲律宾人 是吧 你说就是 每人就这边小件东西 这结账 还得怕打长队 还厚老板的 就在这档口呢 还有新开的一个队 哎 那个那边新开以后呢 还招手 我一看这行啊 我先排过去吧 哎 我就次流就过去了 过一看呢 也还结不了账 为什么呢 这柜员刚来啊 只是把人叫去 到那边先排个队 他呢 还得先把这钱盘点一下 然后我就看不懂了 为什么呢 你说你盘点这个 你说那个里边有20匹的 10匹的 5匹的 这我都能理解 对吧 50 100的 500的 你找能用的 你这个柜台上准备 10张1000匹的 找谁呢 这钱是要找谁的呢 对吧 现在也没5000匹啊 现在这个通用的 这个菲律宾鼻所里面 没有5000匹这面值 让你用我 你准备1000匹的 找谁呢 我当时就有点懵逼了啊 当然无所谓吧 正在我懵逼的时候啊 他还没盼点完呢 这时候突然来一广播 我就看所有的人 都立正好了 包括这个 说音员也是 那个柜台也没收 他也立正好了 瞬间就明白了 要干嘛呀 放国歌 这个是菲律宾很多地方的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 一个传统 就是商场开门 要放国歌 看电影 要放国歌 甚至在我们这边 就是各种的活动吧 政治活动都要放国歌 然后呢 甚至有的时候 呃 广场舞 跳广场舞的那帮 呃 大娘们啊 跳之前要先放国歌 大家先要 呃 这个理正站好 那作为外国人呢 虽然就我跟他 这也没什么太多关系吧 但是出于在人家的地盘上 还是要尊重人家 人家是吧 我也 呃 就反正理正站好吧 这样就发完就完了 就在这个时候啊 呃 国歌刚起啊 就看一个保安那喊 啊 宠一个角度就喊 然后呢 喊着喊着 我听见 有急促的这个奔跑的声音 然后呢 我抬眼一看 一个菲律宾小青年啊 大概十四五岁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就染着黄毛 呃 反正衣服破破烂烂的 咔 就从我们的眼前 飞奔过去了 然后呢 紧接着一保安 带着橡胶棍就追他 大概意思我明白啊 就是 从刚才那喊的意思呢 就是说让他站住 是吧 方国歌 那地症啊 但这个小青年可能没地症啊 要么就是 站着那个 大家都站的时候 他可能摸东西来着 这保安呢 被保安发现了 保安就一阵狂追啊 关键他那个保安的帽子还掉了 到处来保安的地中海发行啊 中间没毛嘛 这还好 周边那一顶头发 随着他跑啊 在空中 飞舞 凌乱的飞舞啊 我猜那场面十分的搞笑 啊 好多人我看着都憋着憋着 是吧 也不敢笑 因为放着国歌 啊 这真的是 我挺扎眼的 挺扎裂的啊 然后呢 一会儿 国歌放完了 大家呢 恢复无常 该把账截了 截完以后呢 我就走 一会儿看保安呢 兴兴的就回来了 没抓着啊 没抓着 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这是真的 在菲律宾很多地方 都都有这习惯 但是呢 有的时候赶上呢 就挺着 也挺着急的 比如说 以前我们去看京杀的时候 早上 正好赶上那学校啊 如果那个 早上开学 啊 这个 范国歌 升级一试 菲律宾人还这样呢 就是整个马路啊 能听见国歌里面 车全停下来 司机全下来 全下去 然后站着 冲着那个 他们学校 放国歌 升国旗的地方 行中里 搞的时候 有时候挺尴尬 但是我挺着急 为什么 因为你看京杀 是个着急的活 他这一般得放个 两分钟吧 差不多 两分多钟可能 然后呢 心里的还是挺着急的 但说到这个呢 我每一朋友就问我 说胖哥 你看他们一放这个 你看所有的人 甭管男女老少 除了那个外面淘气的 都在那站着 那你说这个 要蹲大号的时候 他上厂礼是吧 他趴一放 你说他站不站起来 我说这个吧 这真无聊的一个问题了 挺无聊的一个问题了 我当时想起来 其实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每周一也有这个 升国习 走国歌的这么一个仪式 说真的我们那会儿 真没有现在的 菲律宾人表现得好 我不知道现在孩子们 是不是还这样 我们那会儿 早上周一升国旗 走国歌的时候 对吧 好多人站都站得 吊儿当当的 对吧 然后他唱国歌的时候 连这个嘴都张不开 就哼紧 我们学校那时候呢 那个墙呢 那个院墙啊 也不是那种 就是砖墙 是那种炸子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外面行走的人 如果听见这个 升国旗 走国歌这个 这个情境的时候啊 很少有人真的能停下来 说 这是我们的国歌是吧 虽然呢 我没上学 这是学生们的 这个活动 但我也站起来 我出去尊重 对吧 出去爱国 我得在这 看着盯着 行注目里 没有 很少吧 很少有 所以不多 甚至呢 如果真的有人 但是停下来 影响到别的车辆的行驶呢 这个比较严肃的时刻 他还会滴滴 反正我们那个 我们上学的活 是这样 不如现在的这些 菲律宾人 最起码 有一个这种的尊重 所以我觉得 朋友说这话 就没什么意思 对吧 没事 挑刺吧 对吧 反正我觉得 事挺有意思 给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 得 就给大家扯到这吧 没什么 得继续扯到菲律宾的事 对吧 这个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